宇宙里所有的异常波动 都是可以通过这个雪花点展示出来的 这是我们观察和监测宇宙的一个望远镜 可以这么理解 我们以前有一个研究对象 他就是通过观察这个雪花点 然后用这个很简单的这么一个装置 接收到了来自外太空的来源未知的信号 他就这样子 接收到来自外太空的草莓 接收到来自外太空的细析 不过去到这边就会变到 接收到这个 刷子的油